国庆廉价的第一天 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天气了 扫权台风陆上还有海上台风警报 都在国庆廉价开始前就解除了 但是今天仍然是持续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台湾的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呢 会有短暂的震雨或者是雷雨 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降雨 所以如果你要外出的话 记得要攜带雨距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在温度方面 各地的夜晚还有清晨 低温在24到26度 但是北部星期天这温度第一波下降 到了下周一下周二 这个北部地区的晚上 温度就会降到22度 这温差的部分记得要多加件外套 南部的话中午的温度还是偏高的 白天的高温大约在30度 要留意的是中南部的山区 会有午后雷震雨发生 来看到降雨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全台 其实都是有雨的 尤其是在东半部的地方会有雷雨发生 中午的天气虽然热 但是来看到像是中部还有南部的山区 刚刚有谈到 降雨的状况是比较多的 西半部的午后要注意这些局部的短暂雷震雨了 明天开始是封面接近 下周一封面通过 东北季风增强这天气是不稳定的 东北部 桃园 以北都会有降雨的几率 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的山区也要注意大雨哦 而下周二就是我们的国庆日嘛 那么因为东北的风行形态呢 因封面的水汽比较多 北部地区的朋友也要留意降雨 还有天气转凉 被封面的话是比较晴朗稳定的 下个星期三大致呢 各地都是晴时多云 不过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偶尔会有短暂的局部降雨 要注意中午之后中南部还有山区 这个午后雷震雨的发生 而一直到下个周末呢 也是类似的天气形态 最后这个小丁丁要告诉你了哦 如果安排要往山区旅游的话 记得要穿的保暖 天气不稳定 外出也要记得攜带雨具 接下来带您关心详尽的温度预测 我是李亦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撼弄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